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只有真实的领悟道才能去做 如果说极简主义带有几何化工业化的痕迹 有某种局限性 那么简约主义就如水一般 具有无限性 在三十年前 我受西方表现主义的启发 开始反思中国艺术 正如中国哲学一样 我们不提哲学 但我们本就是哲学 表现精神也是中国艺术与生俱来的特质 只是中国的表现 是建立在艺术家修咬之上的再度自由 并非无度地或者无畏地回杀 它是文化 而不是效果 我并不奢望所有人都认同我的艺术 但我认为 懂的人自然是习惯